大鼠开始第一天的节气点,我们已经过去了 这个期间有15天,我们还在集中加上 前五天呢,讲的是浮草化为营 这个自然界出现这种无后现象 现代人乱解释,说你这个草变成了萤火虫 说古人,你这个解读太不科学 实际上你太小看古人自己的老祖宫了 人不是傻,以前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 每天跟自然接触,它们比你要清楚得多 这句话是告诉你第一,这个萤火虫的由来 是在草丛中生出来的,它是靠吃这些 第二,是很有诗意的,说好像草化成了萤火虫 它表现的多好 你不懂而已 中间,第五到十天是土,润,入蜀 润,入蜀,润蜀 就是这个期间,已经到了三福天 到了,这个皮煮湿嘛,煮土嘛 这个时候又湿又热 也很形象 最后五天又告诉你,大雨实行 就是这一段时间,雨水非常多 全国大部分地方 因为它是以中原为主 所以中原肯定跑不了 那南方呢,可能雨相对,也许比之前还少一点 但北方比较多 所以整体上 这个是与热同期 又热 又闷 又潮湿 水多 这个就是这个时候的特点 那对于我们人来讲 有什么意义呢? 说天地自然的这个 节气到这个时候的现象 我们 对人的参照 对人的日常生活 老百姓的运用 你单纯知道这些理论 有的时候 可能比较感觉高大上,摸不着边 那最起码的养身呢? 养身体 我们说春夏养羊 这个时候该怎么养呢? 实际上说的这些一定有点晚 因为春天是祝羊生发 比如说喝茶来讲 喝点绿茶 喝点红茶 那夏天呢 尤其在这个时候最热的时候 你身体 比较虚弱的人 也会一动的大汗淋漓 出汗 所以你没有感觉到很冷的情况下 你就不要太过于补羊了 像有的去中医 一定要这个时候啊 加强挨揪啊 泡热水酒啊 有好处 微微的出汗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状态 那已经出汗了 那就不要太内 那这个时候 适当的 你要喝点绿茶 要降一降 那这个时候不降呢 那一年四季都不要降了 其实这些是给少数人听的 大多数人还是在用冰箱啊 这个还勉强吧 为了保鲜 家人多 他吃不到新鲜的 吃不到当季当令的 那一定要吃当季当令 然后再买 勤快一点 那你保鲜已经变质了 那经过冷热 那已经变质了 然后空调吹啊 能不吹就不吹嘛 那夏天就应该发点汗了 所以说平房其实挺好 现在人只是太娇贵了 而身体都是压健康 说这个时候 大鼠是最热的时候 实际上 已经是人 感觉到他最热 已经很晚了 已经到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十五天了